今天訪問的Jerry和Andy 郭家的兄弟 他們是絕對是臺灣網路創業 發展歷程當中的關鍵的人物 要繼續請教一下 Jerry你在你們的創業的過程當中 你們現在組的這個兄弟家創業公司 你是擔任營運帳 其實我們現在四個人 我們都稱作共同創辦人 共同創辦人 可是是不是你負責營運 像Andy是負責這個行銷和技術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分工 因為除了我們還有我們的太太 都在這個公司 那我們對於創業是 這次尤其是蠻有信心的 是因為我們四個人的分工 應該說專長是非常清楚的 我覺得大概就是一個公司該具備 尤其網路公司該具備的能力 大概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你一定要做出網站 所以一定要有技術的能力 第二個有了技術 你一定要能夠行銷給消費者 所以你要有行銷的能力 那再來就是你可能要招商 或者你要談生意 你要有業務的能力 再來當然你要對於財務有所掌控 那我們四個人 因為我哥哥來說他念MBA 所以他是他過去在創業以前 他其實就是業務出身 所以他有很強的業務能力 那我本身是念電腦工程 所以我會做網站 那我太太他一直是在做行銷的工作 那我哥哥的太太 他是在做財務的工作 分配得好清楚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要做一個網路創業 一開始其實最需要具備的四大領域 對不對 剛剛提到的技術 行銷 業務 財務 對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要需要具備些什麼 給大家一些參考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就是你說要準備什麼 準備好了以後才能來創業 我覺得這都很難說 因為一路你隨時都會需要不同的能力進來 那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反而是自己的個人的心態 有沒有準備好了 怎麼說 那因為在公司工作跟創業 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在公司工作 你可能今天下班 那就沒你的事了嘛 那過年看到 哇 今年只放六天 就覺得好難過這樣子 所以最好放個九天 那颱風要來 趕快來 趕快來 就可以放颱風降 那當你今天真的創業 因為你隨時隨地二十四小時 大概都跟公司綁在一起 對 所以你即使是不在公司的時候 你通通裡面想的也是 那我們這個要怎麼做比較好 同樣是面對年假 同樣面對颱風 心態不一樣 心態完全不同 六天 哇 太棒了 趕快看一下 原來今年也是六天 還好沒放太久 是不是 然後要針對這六天 要推出什麼產品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那種 就是想法上或各方面 其實都不一樣 包括工作時間也是一樣 像我們現在大概早上九點 多公司開始工作 那晚上十點 十一點 才離開公司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回到家以後 因為我們做團購之後 我們都是晚上十二點上線 那十二點你十二點以前 你都很難安心的回去上床睡覺 你大概都要等到一點兩點 那確定好都ok了 所以他的整天的工作時間 真的非常非常長 那一個禮拜七天 可能要工作六天半 所以這是需要投入超乎一般人的所需要的工作時間跟精神 所以你準備很重要 是是是 所以我記得之前有些人說你要創業 那他就想說 那我最好創業以後 我生活就可以很自由 我就可以當老闆 再也不必朝九晚五 結果果然沒有朝九晚五就結實了 果然沒有朝九晚五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心態準備 有時候反而比你說 你要具備什麼能力 可能來得更重要一些 是 所以你覺得這個心形上的 做好準備 你可能工時會非常的長 這個所謂的自由業 往往是最不自由的行業 對不對 那Andy你覺得呢 最需要具備什麼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是讓別人可以相信你的能力 就是有一種可以讓人信賴的感覺 尤其在團隊創業之處 那我覺得在大部分團隊其實都跟我們一樣 創業剛開始是沒有錢的 所以你幾乎付不起任何人的薪水 那但是你要說服別人一起來工作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即使是我們都說團隊要好的人才 但好的人才 怎麼會選擇去你那邊跟你一起工作 我覺得這真的很難 所以我們在 對 從零開始 那從零開始的起步階段 我覺得剛開始 其實尤其我們第一次創業 那時候沒有資源 剛開始是很辛苦的 就是你找不到人找不到錢 那這永遠是最大的兩個困境 就是沒有人沒有錢 那但是只要這兩坎過去了 我覺得後面其實都蠻平順 基本上你有對的人在公司裡面 你再來很容易做出對的事情 那做出對的事情 就很容易幫助你 再拿到更多的資金 那你所謂要有找到人跟錢 這就是要靠讓別人相信你的能力 對 我覺得剛開始 就是口袋空空 然後你找到有錢的投資人 但是你要說服他 這非常困難 那你要說服厲害的人加入團隊 也非常困難 那所以一開始 你真的是要有很多熱情 即使說出一些你自己都不那麼相信的話 夢想 對 你的夢想必須要漂亮 而且要真實 然後能夠說服大家 那我覺得在很多時候 尤其在我們公司剛開始起步 在前 尤其前一次創業 第一年的成績 其實沒這麼漂亮 那在這種更艱困的環境下 然後就更需要自己有很強的信心 你要先能夠講出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圓境 然後你才能再說服別人 所以你剛才講的那個夢想要漂亮 要真實 除了要說服別人 要先說服自己 對 我覺得有時候像是一種 真的說故事的能力 就是你能夠勾勒出一個想法 然後說服自己 也說服別人 是 但是你說的 要留人 要留財 那這個要如何說服一些資金進來 我聽說你們的募資能力也很強 怎麼做的 其實這在臺灣一直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尤其是在 對你們也困難嗎 也是非常非常困難 尤其是在二零零七年零八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不太有人會投網路公司 因為最主要就是網路公司 他的整個獲利模式 這是一件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對 那當然後來我們在第一次創業 其實也蠻幸運的 有一些天使投資者的投資 對對對 那但是就回到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你要勾勒出一個援警 然後去說服投資者 這真的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你們有什麼技巧 我覺得 也是要給他一個真實美麗的夢想 當然當然 但是也是同樣的 就像說今天不管是給投資者的夢想 或者是給團隊的夢想 其實你需要很穩健的一步一步達到 因為你總不能今年是這個夢想 明年我們沒到 然後又再拿同樣的夢想出來 那會變噩夢 對對對 他需要能夠看到這個團隊 或者是整個公司的 整個經營的績效 是有一步一步這樣子起來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你今天夢想 你講完之後 要慢慢慢慢讓他實現 變成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那投資者就會對你更有信心 團隊也會更有信心 但是如果一年之後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什麼事情都沒有改變 他就變成一種空想了 所以你看這個執行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 我的夢想 雖然是個夢想 但是畢竟要有一步一步的逐步來實現 否則的話 無法再告訴人家 我下一步的夢想 你再繼續我 繼續支持我 臺灣現在團購市場 其實非常的蓬勃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 我們的觀眾 都已經很習慣上網去買東西 或者是說揪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團購了 但現在竟然這麼蓬勃 那換句話說 一定是非常的競爭了 剛剛也提到很多的抄襲 或者是說 可能有一些 就是特別大的一些這個網購的 這些網站 然後也有很多小的 很努力要冒出頭 你對他們有些什麼樣的意見 我覺得一般新創公司 他最擔心的就是說 哇天啊 這世界上已經存在 好多大公司 然後已經很大 他們市場規模 可能已經很大 銀利爾也很大 那他怎麼辦 還有夾縫可以生存嗎 對對對 那但我覺得對新創公司來講 這其實是你最珍貴的資產 就是最珍貴資產 就是因為你小 所以你的彈性跟速度 一定比大公司好 對對 然後因為你小 所以對你來講 你每天活著 就是你的最大的目標 其實不是怎麼成功 最大目標是 你要怎麼活下來 所以當你今天 你每天都面對一個生存之戰 你可以激發出來的潛能 絕對比大公司來的 還要再更強很多 是 可不可以舉些例子 我們一直在找夾縫中生存的能力 其實在在好幾年前 我記得大概幾乎七八年前 我看過很多文章 他們就說 臺灣的電子商務市場 已經飽和了 那時候就有雅虎 很多年前就說飽和了 對 有PC home 有好多大的公司在那邊 那你怎麼可能 還有一個切入點可以進去 那但是在在上一次 我們第一次創業 就是跟著股旁做 後來被併購 我們就發現原來還有一個洞 大家沒有被發現 那這一次創業 我們一樣我們在找 還有什麼樣的夾縫 是沒有人發現的 那我們就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已經這麼多團購 但是他們比較像是百貨公司 他裡面什麼都賣 那我就開始觀察 他裡面到底什麼賣得好 發現魚賣得好像不錯 所以有點像我們在百貨公司 隔壁開了一個海鮮專賣店 那我同樣的 我如果看到大家都開百貨公司 我就眼紅 我就跟著開百貨公司 其實我比他小 比他錢沒這麼多 所以我不會成功的 但是開了一個海鮮專賣店 我們開了一個好魚網 就專門賣海鮮 每天賣一檔海鮮 那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我當然還是會看到 很多人去百貨公司買魚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 更多人他選擇海鮮專賣店 因為他比較專業 他也比較便宜 那所以我們發現 做這種分眾式的電子商務網站 好像有他的機會 所以在做完好魚網之後 我們又做了一個 專賣生活商品的 叫生活市集 然後又做了另外一個 叫好吃仔配網 他是專賣餅乾跟零食 那我們就開始找 尋台灣的電子商務 還有哪個這樣 一塊一塊可以切成專賣店的東西 然後開始去做 那你們做照片的這種 把傳統照片做成數位化 這算不算也是一種 完全新的切入點 對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算是我們當時一個嘗試 但其實這個嘗試 並沒有很成功 就是他其實還是很難 很難scale up 就是他需要非常多的人掃描 那現在你的腦袋裡面 還有很多新的點子在run嗎 我們會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在嘗試 新的點子 那但是當然我們就是 我們其實公司有兩塊 就一塊的人 其實他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握住 已經看到好像可行的點子 然後趕快加速去實現 那有另外一些人 他們就是在一直去找尋 新的點子 是 這感覺這好像這個中間 你所謂的這個夾縫中秋生存 其實仔細的去找 縫還蠻多的 是啊 是能夠生存的機會 其實蠻多的 但是要看得很清楚 其實以這次來講 例如說我們現在創業 我們有一個相信 我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網路 其實以前我們在看網路 都是你可能浮在天空 然後很虛化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相信網路 可以改變很多傳統產業 運作的方式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找到說 以魚做一個主題 然後做了好漁網 以生活用品做一個主題 做生活司機 也是 這些其實像魚 或者這些 其實都是已經存在 好久好久的行業 但過去你去哪裡買魚 你可能去魚市場 你可能去一般的菜市場 但是在網路上面買魚 這看起來可能就是一個 比較新的概念 但是這一個市場 他其實就會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夾縫 對消費者而言 我會覺得本來去市場買魚 可能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你擔心那個魚腥味 擔心你要出個門 很麻煩等等 結果現在我可能上網點一點 然後感覺有一種很新鮮的 不只是食材的新鮮 只是一種新鮮的體味 沒錯 真的蠻有趣的 那待會我們還要聊更多 就是你們兄弟之間 到底如何來相處 怎麼樣一起來創業 還有就是所謂消費者的心態 來透露一些 我們待會回來 進來上網 你就是要先到入口網站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把 Facebook當作你的入口網站在用 所以上面甚至很多資訊的傳遞 可能比新聞 或者比什麼還要來得再更快一些 那所以怎麼樣跟社群網站結合 或者是在上面 怎麼樣經濟的分析 這也是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學問